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过年了 民众是否已经忙着开始除旧不新 准备迎接崭新的一年呢 而台东市一家美法业者 在睡末的时候 特别提供公益组织 身心障碍学员们免费易检的服务 让他们换上一个新潮的发型 迎接新的一年 专注的神情 俐落的导法 小心翼翼的修去杂毛 设计师正细心的帮这些身障学员们剪发 台东市一家美法业者 在睡末之际 为了要让公益组织里头身心障碍的学员们 能够在过年时整理仪容 迎接新年 免费提供了爱心易检的服务 剪完头发的学员对于新发型很满意 相当开心能够有这焕然一新的感觉 今天这样剪完头发感觉怎么样 我其实很快乐 其实我也蛮帅的 对 然后谢谢大家 本来就很适合我了 对啊 很帅的发型 然后又很清凉 然后又不会热 剪完这个有没有觉得现在这样超有自信 有有耶 我感觉蛮好的那有 我有自信 我有信心 我很满 我很满足 谢谢那个姐姐帮我剪 很漂亮 很满意是吗 对 很舒服啊 很满意吗 满意啊 会不会想回去快点秀给家人看 会呢 我觉得他们很可爱 然后也很开心 然后就是可以帮他们做不一样的造型变化 那我觉得大家都是需要剪法的 那也可以让这些孩子可以做一些 沙漏上很棒的一些服务跟体验 对那我们也是可以觉得 我觉得大家都有要剪头发的时候 那不是每个人的都有那么好的时间跟金钱 然后资讯可以了解到发型的变化 那我们藉由这次机会可以帮小朋友做更多的不一样的感觉跟造型 因为他们就是也是要定期的做一些修容啊 服务修剪头发 但因为他们的就是比较特殊 那我们会觉得说这样的爱 就是传播出去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好的这样子 这个感觉很好啊 就是可以帮助别人 就是我们手心会向下嘛 就会觉得那感觉是特别的开心啊 可以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很好这样子 透过自己最喜欢的美髮工作 散播对这个社会的爱与关怀 给身上朋友们清新的怡荣 迎接新的一年 虽然现在天气冷稠稠 却在这个年节即将到来之际 带给了他们无限的温暖 三 三 季战气轮台东市报导 出品 感谢观看